我一個月前見Jackson 我說,你幾歲後才去做藝術家 我都問,遲不遲些 我數了Jackson,還有二十年 在我眼光二十年,眨眼 我過往每年的畢業生 大家都知道香港成功 當然有大學,其實也有當年的香港理工學院 當年的香港理工學院是十二個申請人才能入一個 所以我作為老師是不用教的 因為那十二個天才是會去找工作做的 不用說他們也會教功課 家長是不用憂鬱,那些子女懶惰,跳樓 英文程度不好 跟著Jackson說,這個展覽叫做畫好香港 我從那天開始害怕到現在,因為香港曾經好過 現在是一般的好 但是香港人又好像過,又好像不過 我們所謂年長的那班,就像剛才曹老師說的那些 我們幾十年前看到的那些 那些心態呢,其實現在在我們五六十歲那班都湧現出來 其實是,很懷念香港 那麼,Jackson的畫其實是不難看的 一會兒打開之後,我! 那麼,男性那些就期望有沒有美女啊 美女那些就期望有沒有黎明啊 因為跟Jackson都有關的那些題材 那麼,但是,當然我有一天看到那些畫 就不是這些表面的 其實相當需要那些家長和那些子女 在那些畫面前說一下,畫裡面所說的訊息是怎樣的 那麼,當然,畫不是電影 電影是動的,是有聲的 畫是很寧靜的 畫是需要分析的,要欣賞的 那麼,大部分好的作品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好的因素 它就是耐看 就是你會站著看,看完又看 十年後都還去看 二十年後你都還去看 你會很欣賞人生 你有機會看兩、三次同一張畫 因為你自己本身 那個年紀是會加大下去 你是會知道你自己是會 那個感受是不同的 那麼,藝術品就是耐看 第二樣東西呢,你都應該看得明白的 我希望Jackson 患有二十年 可以繼續努力下去 那麼,我作為老師之一呢 是很安慰的 我相信其他老師都是 當然,剛才說癌症基金的朋友 我又很欣賞 因為我都是帶病的病人 幸好,我醫生說我沒有癌症 那今天跟你沒有什麼緣分 但是呢,我相當欣賞 亦都希望年青人多些都明白 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麼,今天的說話留給山陽大哥 他叫山陽 那麼,繼續幫忙下去了 多謝博先生 好,多謝各位嘉賓的分享